好來 看到中天群球現場 剛剛在美洲威風王的阿根廷 前往梅西差點遭遇了炸彈威脅 根據外媒的報導 梅西周爾在阿根廷機場準備帶家人 搭乘私人飛機出國度假 突然被請下飛機 還因此延遲了一個多小時才能夠出發 原來是起飛之前 機場有名男子聲稱說他的行李箱有炸彈 警方因此啟動了緊急應變措施 所有的航班都得暫時停飛 狀況大約是持續了一個小時才排除 不過幸好是沒有人 面臨到危險 而梅西的送飛機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問題了 在去年飛機的起落架也曾出現問題 不過幸好當時梅西不在飛機上 而這一回也可以算是 梅西二度跟危機擦身而過 在歐洲西部發生百年來最強的豪雨 引發了嚴重的洪災 大水橫掃了德國西部跟南部地區 加上鄰國的比利時荷蘭等受災區 現在造成已經有至少91個人死亡 超過1300人失聯 這是歐洲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遭遇到最嚴重的自然災害 歐洲西部遭受到百年來最大的豪雨襲擊 蘭銀河的支流二和絕堤 瞬間淹沒了小鎮舒德爾 豪雨帶來的洪水等於把整個城鎮狂掃一遍 有六座房屋完全被沖垮 車子翻覆油 像堆積木一樣 有的居民被困在屋頂 當地救難人員出動直升機救援 這些是在一世紀中的最嚴重的爆炸 在一世紀中的最嚴重 大約200mm的煙霧 只要有九個小時的煙霧 還有兩次的火力 屬於藍因蘭 普法茲邦 還有北萊因 威斯 法輪邦 都受災慘重 鄰國比利時也同樣遭遇暴雨和水壞 在東部城鎮佛威爾 洪水有如河流在街道四處流竄 當地有1000個家庭受到疏散 比利時的國鐵暫停了 南部地區鐵路的運輸服務 荷蘭的林保省也在徹夜 降下輕盆大雨之後 爆發洪災 整個國鐵暫停了南部地區鐵路的運輸服務 一個城鎮被困於積水當中 對於人還有房屋車輛的損 還是無法估計 這一次暴風雨主要是因為冷空氣暖 空氣相互混和封面滯流所造成 是歐洲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遭受到最大的自然災害 記者綜合報導 馬上 北上 北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